认为一个多...就是怎么讲 就是比起一个才能 我希望可以被大众认为是 有能力的一个偶像 就是不是说只是长得好看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是就是哇这个人原来也有内涵 然后会跳舞会唱歌 然后对就是我不只想做一个就是漂亮的爱豆 而是想做一个多方面的艺人 我觉得梦想对我来说是要是一件 我没有办法轻易达到的事情就是 因为梦想吧 我觉得要定在一个很高的目标 就是怎么讲 就你不能马上就去达成这件事情 不然你的人生会变得很无聊对我来说 所以呢我是把梦想定在一个很高的目标 就是基本上是我觉得我到达不了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有目标 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 比如说我的目标是出道 好我现在这个目标达成了 那就check 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开展唱会 check 就是一直有这样的小目标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对 为了实现梦想 因为其实我16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就是训练 然后准备出道嘛 所以其实我放弃了很多 比如说像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一起去就是一起吃饭 然后说实话我觉得放弃最多 应该就是自由时间 或是出去玩的就是怎么讲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出道之后出去也是有经纪人管子嘛 像以前就是你根本不用care 你想出去就出去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点 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自由吧 是我牺牲最多的 我觉得梦想是一件 嗯 要是一件可以激励你的事情 然后 虽然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 我觉得那个梦想你不能改变 如果你一改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嗯 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 就是我比如说我定了这个目标 我就一定会去达成它 对 然后在这之前 我可能就不会去管其他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我才把梦想定的那么高 因为如果那么容易就达成的话 就不会有那个动力 你就会觉得说 啊 这个梦想好像随便就能达成了 所以 其实我从以前开始 出道一直都不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现在不能跟你们讲 对 但是 我觉得出道吧 对我来说是个目标 那 我下一个目标 现在就定在可以好好的完成这次的 少年危机化 这是我的 第二个目标 现在的目标 那下一个目标 可能就是等我达成这个目标之后 我才会再去想 对 那 梦想就以后再说吧 现在不能透露 结束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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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 要 有点 很多 我说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